科技大學立所曾教授的研發團隊 我們作品名稱是 綠線集設計1.0 自從1750年工業革命以來 地球變與人類展開了微妙的關係 起初地球容忍 但是人類並不自覺 山谷是太平洋的垃圾海 它面積比德州還要大 而右邊則是一個少婦 它在一個布滿污水及垃圾的河川洗衣服 慢慢地地球生氣了 2009年 菲律賓遭遇了四個颱風的侵襲 造成大雨肆虐 而同一個時間 地球的另一端則陷入嚴重的乾旱 事後邊切影響的不僅只是動物 我們人類也必將在這場戰車中倒下 我們要做的不僅只是抵抗 而是守護我們的地球 那我們來看建築物對環境的影響 城市裡碳排放 若加上維持建物機能本身 其碳排放比例高達60% 這比例遠遠高於運輸和工業領域 而以美國建築物為例 它每年有3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以及佔了全國三分之一的能源消耗 和三分之二的電力消耗 因此綠建築這個概念便孕育而生 綠建築是一種以生態節能 減肥健康為目標的設計理念 而有建於此 各國陸續提出綠建築屏布系統 例如美國的LEED指標 台灣綠建築九大屏布指標 包含生物狀況性日常節能 CO2減量、非處理減量等等 其面向涵蓋得非常廣 部分指標可以獨立設計完成 部分指標則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而因此目前在綠化設計階段 上南有一個零衝突的設計方案可以提出 這邊是以台中教育大學 林舒華教授研究指出 傳統綠建築設計流程而平均有 民估標準過於複雜 設計其成能不足 技術不足、設計能力不足 讓我們以傳統設計流程來探討 從擬定設計參數到設計方案的出爐 要反覆的檢視設計衝突 期間要消耗大量的能力與時間 我們再來以台積電界源廠14廠為例 它是LEED黃金級DWH為鑽石級 整個綠建築團隊共投入了 一萬三千九百個小時才達到 我們相信我們的系統可以有效改善這個狀況 我們的團隊不只在設計系統的開發 以資料庫建立等等 我們更持續地與食物做諮詢 例如營造公司、建設公司、建築師事務所等等 藉由食物經驗的吸取 避免閉門造居的情況發生 我們Green Technology在創新節能研發部分 以創新方式從事節能系統的研發 但其實際應用之可行性則上有殆盡不探討 而綠建築設計方面 它是將一個既有成熟的技術 加以整合運用以達到省能減碳的效果 而從圖中可以知道 目前綠建築雕章 以較容易達到的基地保水 以及綠化量為多 而另外比較難的日常節能部分 則普遍得分都叫低落 只得到合格級 離最高分上有與端距離 綠建築設計 現行綠建築設計大多採用下而上的設計流程 局部的採用改善措施其成效有適 且相互衝突不以減之 而我們的綠建築設計一點通 本人就用團隊採用上而下的思考方式 以系統化、最實化的方式評估 新建與自由建築之律改善 藉以得到離設計衝突的綠建築設計方案 組合與造價 再來我們來談到綠建築設計一點通的核心概念 我們是以多領域最佳化設計為核心概念 這個已經廣泛應用於車子 然後飛機、航太的產品設計等等 什麼是多領域最佳化設計呢 在最佳化設計時 同時考慮多個不同領域的設計與分析 使其對於不同領域間的設計限制之考量 在設計時具有同時滿足個別領域的設計之限制要求 以達到在所有領域中 可找到最好潛移封突的結果 使用者只需輸入 他預達到綠建築等級 以及基本的建築物資料 例如基地位置、海拔高度 透過品質與效能的平衡點 然後提供使用者建築形態 到綠建築設計補助系統之產出後 搜尋成本比例資料庫、樓地板造價資料庫 以及綠建築材料設備資料庫等 經由預算後可以得到一個蓋部的造價 除此之外 我們將這四個資料庫放置於雲端之中 系統設計者可以依據當下的物價波動 來做即時的更新 我們在設計流程扮演的角色 在新增建築物方面 概念更化階段以及樹部設計階段 我們提供一個零設計衝突的方案 在既有建築物方面 性控分析階段 我們可以提供評估性控的功能 在更新改善階段 我們提供一個合適的改善方案 在西部設計階段 我們則不取代建築師以及祭司的角色 讓他們可以發揮他們的專業所長 來提出合適的設計 我們的目標為國際化 提供一個整合性方案 而且它是一個最佳零衝突 異最主規劃 我們的系統內容 多領域最佳化設計 方便的操作介面具有物價系統 並整合了國際綠建築屏幕系統 我們的特色 改善綠建築設計流程 提供零設計衝突 以及提供既有建築之綠色 改善方案 還有具有跨國性的支持 我們的SWAT分析 我們的優點 迪光規範零衝突的最式化 綠建築設計與改善方案 操作簡單 整合各國的綠建築屏幕系統 我們的機會 傳統綠建築設計方法 非常耗時 去重複設計檢定 效益低落 我們有我們的局限 但是我們可以使用 教育訓練來克服 再來是與既有軟體的比較 內政部銀建築 綠建築電子化系統 它可以判斷 我們的系統是否 各案是否符合綠建築規定 但它不能提供一個設計方案 而AutoSpace Green Building Studio 它支援力的評估體系 但它是以Buttonout進行設計 僅發展單一滿足方案 設計者需依據經驗 判斷是否有更好的選擇 而且它沒有提供一個造價資訊 而我們的綠建築設計點通 是以Cup-down方式 提供零衝突方案與造價 讓設計者有多種選擇 有效縮短設計時間提供造價 支援國際預建築評估體系 我們的4E創新特色 Ecloud數位雲端 Easy操作簡單 Efficient快速規劃 Echo生態建築 在雲端部分 我們依據雲端技術開發管系統 從網頁登錄之後 透過雲端操作 而雲端的特色為 它可以讓系統設計者 即時的更新 然後也可以減少使用端的負擔 Easy部分 網校Google設計概念 設計者只需在 Excel修改輸入檔 在上傳Server 其操作過程對上簡易 快速有效進行 綠建築規劃與初步設計 及既有建築的 綠色更新改善與評估 Echo部分 提供多元連設計衝突的 綠建築規劃方案與造價 並支援國際常用的 綠建築評估體系 我們這邊做了兩個範例史作 一個為辦公廳坐落於台北市 我們先訂它為 綠建築預達到為有黃金級 輸入以下參數之後 可以得到我們右邊的 最佳化造型方案 這邊可以看出 最佳化造型方案為常方形 然後我們這邊從 眾多個方案中 篩選出三個來做範例 這邊第一個 它照效為812000萬 再來是814000萬 再來是816000萬 使用者也可以依據 它的需求選擇 其他的造型方案 例如L型方案等等 再來是既有建築物方面 使用者只需提供 他要提升的等級 然後我們就可以給他一個改善方式和改善結果 甚至是成本的估算 我們整體績效評估 我們的系統耗時約為3到10分鐘 而人工作業耗時則需要10到30天 我們的運用有5點 在新建綠建築規劃的應用方面 使用者只需輸入基本資料 和預達到的建築等級 我們就可以提供他一個綠建築最佳化設計 在建築初步設計階段 業者如果想要從原本的綠建築物原本的設計 提高他的綠建築等級 我們也可以給他一個 即時更新的改善設計方案 在既有建築物方面 我們就以近期的101 Green Round為例 它就是一個典型從無到有的綠建築物更新 我們知道業界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也提供一個既有建築 轉型成一個綠設計的方案 再來是新建綠建築審查的應用 我們可以提供使用者輸入個案資料之後 快速得到分數來做相對應的處理 再來是跨國性的綠建築評估資源 我們以台積電電竹的實事廠為例 它除了做了美國利益的指標 它也做了台灣綠建築標章 我們知道業界有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提供了跨國限制建築評估資源 感謝他的領域 謝謝指教 好 謝謝 各位委員都跟你們請教 委員請教 你們這一套系統 總共花了多少錢力 去把它拆拉出來 我們團隊除了等級生 還有外級生大概十位左右 到多少人略或是多少人略 兩年吧 兩年左右 我的感覺是說 其實這個東西有很多軟體在一起 然後分布在各地 那你們的工作只要我們用檢視錯誤的話 你們是把它integrate起來 然後你們寫出一個介面 然後讓大家可以這樣互相的參與使用 那現在我在問有些軟體 據我所知 都要有版權的 那你們這種用力量起來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有把這副 它的成本算進來 有有有 因為我們版權方面 我們使用的像是 Mysicro 它的最大好處就是它是免費的 對 然後其他我們都有 考慮到這個部分 就不會有版權的問題 你剛才說到這個軟體主要是要解決設計上的衝突 那在我想像你們這個整體的事物 就應該有根據規則庫的成像 那這樣的規則庫是從哪裡來的呢 是借助於這個已經有的 還是說你們自己創造成的規則出來 那可不可以舉一些例子 設計衝突方面 我們是 所謂設計衝突就是 比如說我們需要陽光進來 但是相對的開窗率就要大 然後就要 但是開窗率大之後 就要提供高一點的空調方面 所以這就是衝突 然後我們解決方式 使用多領域最佳化設計 和目標規劃 來達到它的最佳化設計 但是它是屬於一個近似最佳節 但是它不是一個全域的最佳節 那個Cost-Function是什麼 你要最佳化什麼東西 是生活的舒適呢 還是說是能源呢 還是什麼 到底是哪一塊 我們目標是達到綠建築的等級 比如說 綠建築的等級 對 比如說我們設定好黃金級 然後我們就可以利用設計方案 然後來搭配到 那會不會你這個黃金級 再做下面的新的設計這樣 提到那個結合雲端 也是你們能不能聯繫 放心 是必要的 雲端它只是提供服務 那個服務是你們要跟它怎麼樣 就聯繫 那個聯繫你有沒有做 我們是用它的建物基本資料 然後再上傳進去 然後就過個可能一分鐘不到的時間 它就會得到一個下載的頁面 然後就可以下載我們的舒服檔 然後裡面會有很多的設計方案 然後符合它輸入的資料的設計方案 我跟請教一個問題 一般性的台灣來講的話 新建築應的大概值得3% 老舊的建築戰 老舊的建築 然後輸入一些基本資料 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提供出一個設計方案 然後可以從 這部分可能方案的輸出 可能下午demo的時候就可以直接測試 看看就可以得到那個大概價錢 就會多出來了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